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今天和昨天差不多都是又湿又热 还有阵阵微风的天气 在明天下雨的机会会稍稍增加到20% 礼拜四次会增加到30% 最低气温已经回升到将近华氏80度了 最高气温在华氏90度以上 好我们来首先关心一下 这则消息是发生在K里 昨天晚上10点半 警方表示 这名男子在家将 这名女子不晓得是否是他的配偶还是女友 一枪应该算是打伤之后呢 结果自杀毕命 好在他的女友虽然中了枪伤 但是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仍然在治疗当中 现在警方还正在调查 这一个家暴的来龙去脉 另外 这是发生在 Golf Freeway 靠近Dixie Farm Road的地方 警方表示这名男子 强硬的闯入 一名女子的公寓当中 是发生在昨天晚上9点 而这名女子最后开枪 将这名硬闯入 公寓中的男子给击毙 现在还不清楚 这名男子和这名女子的关系 是否是陌生人 他想要进去抢劫 还是事实无事 不过案发的时候呢 公寓当中有其他的人 包括小孩在内 好那么来看一下 这是警方逮捕了两名嫌犯 控诉他们是 在三月份谋杀 背套这名55岁女子的凶险 那么话说 当时这一名55岁女士 她是在电话上 结果呢 有人按门铃说 她的车子被 他们不小心的给擦撞了 要求这名女子 从家中出来查看 擦撞后的受损情形 那么她到了外面之后 结果没有多久 立刻听到枪响 都进入到她当时的电话 以及她的 这个doorbell的记录当中 这名女子当场被击毙 并且身上 大概是被抢走了钱财 和她的电话 总之后来警方逮捕了这两人 现在将一级谋杀罪 两人起诉 好再来就是发生在 29828 Kimber Drive 这是靠近 Harris County的北边 警方表示 这一名teenager 居然要 可能是在Quakeless还是哪里 跟这个不认识的人 进行商业交易 要卖违法的毒品 结果呢 在这一个交易 成交的之后 这名teenager 被对方用枪打 应该是涉及到她的头部 不过好在 没有生命的危险 根据受害者表示 枪击她的是一群 可能是帮派人士 那么所以现在警方正在寻找 这个犯罪的集团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来自Airbnb 关于 这个这一次全国各地民宿业绩的报告 但是呢 虽然 可以讲到说 其他所有美国各州呢 都表现不错 但是呢 德州的偏远地区的民宿 应该讲说是 盈利最高的 在2021年呢 在德州偏远地区的民宿 总共的收益高达 1亿1500万美金 新冠COVID-19 将2020的民宿业绩呢 打击得十分惨淡 但是到了去年2021年 却已经几乎是恢复正常了 那么度假民众呢 是比较喜欢选择 去偏远地方的城市 或是乡间去选他们民宿的地点 比前一年 也就是2019年呢 要2020年或是2021年呢 它的成长率是高达110% 而2021年 偏乡民宿的全国总金额是35亿人 德州的偏乡民宿呢 就占了其中的1亿1500万美金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这是来自San Antonio的消息 San Antonio市的一户公寓呢 传出类似像是腐臭 腐蚀的恶臭 邻居报警之后 警察前往调查 发现这个公寓呢 几乎像是垃圾场 有四名儿童住在其中 非常不卫生肮脏的环境当中 现在他们的父母都已经遭到警方的控罪了 San Antonio的这个是Baxer County Sheriff Office警长 他指出呢 在这个Montgomery Drive 3600号的公寓住宅区 一名住户是打了911报警 他很担心在这个公寓当中的四个小孩 有健康方面的危机 因为就在公寓外面就已经可以闻到 这个熏天难以忍受的味道 警方敲门之后呢 夫妇开门 立刻就有非常强烈的恶臭扑面而来 当时警方以为公寓里面有这个死了人的尸体 后来进去才知道里面是苍蝇成群的到处乱飞 那么这四个孩子呢年纪分别从2岁到13岁 37岁的女子是四个孩子的亲生母亲 而33岁的男子则是最小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他们都是来自欧洲 没有美国公民的身份 现在警方已经准备请心理专家来检测 这对夫妻是否有神经方面的问题 好的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